几个星期前的宣教年会 周五晚及周六晚的诗歌敬拜 都是小黎阳执行团契的妞妞姊妹带领的 而且两个晚上的最后一首诗歌 都是《我愿为你去》 周五晚唱诗结束前 妞妞姊妹做了一个非常真诚的祷告 说虽然神在此时 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的那个去 未必完全相同 但求主感动每一位基督徒 都愿意回应主所给的呼召 愿意来对主说 我愿为你去 今天早上我们要谈一个非常特别的去 什么样的去 去 把人请来 领来 拉来 吃主的宴席 这当然是要配合再过五天 就要开始连续三天的布道会 我今天要动员大家 去把木道朋友带来 我想大家看到这个题目 可能有的人会开始有点坐立不安了 尤其是拉的这个部分 哎呦 真的要我们为了布道会 去把人给拉来吗 我们的主会怎么回答呢 请大家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的十四章 翻到之后 我们要一同读十四章的十六到二十四节 路加福音十四章 十六节 耶稣对他说 有一人摆设大宴席 请了许多客 到了坐席的时候 打发仆人 去对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 样样都齐备了 众人一口同音地推辞 同一个说 我买了一块地 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才取了妻 所以不能去 那仆人回来 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家属就动怒 对仆人说 快出去 到城里大街小巷 离那贫穷的 残废的 瞎眼的 瘸腿的来 仆人说 主啊 你所吩咐的 已经办了 还有空做 主人对仆人说 你出去 到路上和篱笆那里 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 先前所请的人 没有一个得偿 我的宴席 我们首先来注意 在这个比喻当中 主人要摆设宴席请客的时候 受人的反应是什么 是 推辞 我相信 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当时在场的人 一听到这个 一定感到惊讶 因为在一般情形之下 人被邀进去吃饭 尤其是宴席 都是挺高兴的 小时候 我妈妈烧的家常菜 已经是好吃到 小有名气了 我爸爸的一些同事 如果被邀到我们家里来吃饭 都开心得不得了 而宴席呢 无论是我们家办 或者是别人办 要请我们家去参加 我年纪小小 才吃过第一次宴席 就觉得 哎呀 好吃到毕生难忘 回味无穷 以后每一次一听到 有宴席 哇 立即兴奋开心 而且每次吃完后呢 我都会跟我爸妈妈说 哎 今天的哪几样菜 特别好吃 当然长大之后就发现 有的时候 人受到宴席的邀请 会很烦恼 不想去 最常见的原因 是如果去 得要包红包 那个红包那是行情 如果又是一个 不小的数目 那吃那段饭的代价 的确太大 会想能推就推 另外我们中国人 有句话说 会无好会 宴无好宴 意思是说 有的时候别人找你 是带着特别目的的 还有最可怕的 是像刘邦项羽的 鸿门宴 或者是朱元璋 请一批臣子们吃饭 哎呀 请客的人 心怀恶意 笑里长刀 但是刚刚的那些顾虑 都并不存在于 路加福音14章的比喻 其实大家想看看 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每个人 应该都可能有过一些经历 邀请我们的人 完完全全是出于善意 甚至我们都确知 被邀请去参加的那件事 是件好事 我们却仍然有可能 因为种种的原因 想要推辞 我就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 出过一件大糗事 那时候学校的学长们 托付我 去成功的把好几位 特别有名的作家 邀请到我们学校 做专题演讲和座谈 像这种要我去跑腿 联络 安排他们往返交通 我没有问题 我很乐意做 但是没想到 校方知道 这些名作家要来我们学校 他们十分兴奋 校方就特别安排饭局 然后要几名学生代表 做陪还点名包括我在内 但我那时候特别的害羞 见不得大场面 所以那天时候到了 推拖拉赖 硬是找了借口 躲了起来 后来我的好友们 大家笑歪了 问我怎么会这样 我也说不上来 我想是因为我不习惯 跟不熟的人应酬 我很怕要讲很多客套话 特别是人家是名作家 我自己知道 我缺乏文学素养 生怕一交谈 当众出丑丢了学校的脸 简而言之 邀请我去的校方师长 绝对是善意 那个饭局的本质 也是好的 我不想去 是我个人的心理障碍 有一个莫名的恐惧 在我开始接触教会之后 被邀请去的聚会 都跟这个比喻中的宴席一样 主办者的动机 绝对是光明美善的 而且是为参加者的好处着想的 但很多人会因为各样的顾虑 或心理障碍 所以很自然的第一反应 是不想复习 找借口推辞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点呢 因为我们知道了 多数人的自然反应会推辞 你才能够明白 为什么有必要 要多次的尝试 去邀请 去说动人 1983年 我秋天 我来到美国读MBA 很巧的认识了 几位特别有爱心的基督徒 我就开始固定去查经班 我去是去 却从来不觉得 他们这些基督徒信的 有可能是真的 不过我跟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特别是每次聚会完之后 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打排球 那是我每个周末 调剂身心的好机会 去了几个月之后 开始听他们说 年底有一个好几个州 合办的冬令会 不过他们每一次问我 我都说我已经有安排了 那也真的是有安排 因为那时候我美丽的未婚妻 已经申请到春季班入学 我的计划是叫她提早12月就抵达 然后我们两个跟着我大学 最好的朋友 一起去她姐姐在Houston的家 度个欢乐的寒假 有这么好的寒假计划 我想我哪那么无趣的 跟基督徒去参加冬令会呢 但没有想到 这么好的计划 陆续出现变化 我的未婚妻想多留在台湾到年底 帮公司把project做完 到1月初再来美国 她有这样负责的心 我当然支持了 然后我好朋友的姐姐怀孕了 所以连她都取消了 去Houston过寒假的计划 我就更别说了 所以最后我剩下的选择就是 整个寒假孤单的 留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小城里 或者是跟基督徒去冬令会 起码有个机会出城 去到别的州 还好在这时候 有基督徒肯再是一次的邀请我 我就去了冬令会 结果在冬令会的第三个晚上 我的心被神深深地触摸到 不得不谦卑地向神低头 我这个突然的转变 当然吓到了我的未婚妻 差点打消了跟我结婚的念头 感谢主的怜悯 他还是嫁给了我 而且几个月后也信了主 大家想看看 在我已经拒绝去冬令会几次之后 那位愿意再来问我一次的基督徒 值不值得我们夫妇两个人感恩呢 在比喻当中 主妇两个人 主人希望宴席,坐满了人,不留空位。 我想我们一般人都会想, 白宴席当然希望坐满了客人, 但只要人够多,不冷清,气氛够热闹就可以了。 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 头一两年也是这样想的。 后来我们1985年到1986年在北加州读书的期间, 当地的好多间华人教会联合邀请唐崇荣牧师来带领布道会。 因为预期的人很多, 就特别花钱住了一个很大的场地。 我们第一晚去参加, 哇,看到人这么多,心里很兴奋。 没想到唐崇荣牧师一上台, 就问基督徒及众教会说, 你们办布道会到底有没有尽心尽力去邀请福音朋友?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空位? 听他这么一讲, 我们周围观看, 虽然人已经超多了, 却的确还有两三成的空位。 唐崇荣牧师问, 难道湾区的华人是有这么多吗? 福音报道会, 基督徒没有尽力去邀人, 却自己坐在这里听到, 应该吗? 唐崇荣牧师的话虽然刺耳, 却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听的提醒和责备。 这跟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 更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天的晚上, 会场爆满的程度让我深受震撼。 我想所有基督徒跟我都有同感, 原来明明是有这么多人是有可能来的。 如果因着我们的不够努力, 他们没有来, 那岂不是很可惜吗? 我们又岂是没有亏欠吗? 特别从主耶稣在世上的服侍,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乎的从来都不是人多, 以及热闹的气氛, 而是他非常在乎, 让更多人有机会听到福音, 进到神的家中。 对主的心意有了基本了解之后, 我们来看主人吩咐仆人们所采取的行动, 我们先留意三个不同的动词。 第一个是请, 第二个是领, 第三个是勉强。 我们先看请, 细细推敲十六节十七节, 这个请显然不止一次。 被请的人早先就接到过邀请, 只是那时候没说不来, 等到宴席时间到了, 他们才临时找借口推辞。 如果你每一次步道会都认真地去邀请过人, 你就可能惊艳过, 接受你邀请的人, 有的最后会临时改变主意, 或者原本就没有打定主意要来的, 他没有跟你明说。 这就提醒我们, 就算别人早先接到了邀请, 甚至接受了邀请, 我们最好还要有不止一次的跟进关系。 我就遇到过牧道朋友对我说, 哎呀,谢谢你, 还好你最后再提醒我, 要不然我真的差点给忘了, 然后糊里糊涂的又去答应, 去排了别的事。 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个周五要开始的步道会, 虽然你可能已经邀请过了, 也许你邀请的人也答应了, 这几天再适切地去关心一下, 可能还是会有帮助的。 那在看岭之前,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二十一节与二十三节的地理位置, 还有对象有何不同。 二十一节中文圣经翻得很清楚, 讲的是城, 城里面的大街小巷, 这个二十三节不太好翻, 中文翻路上和篱笆, 这个篱笆, 多数的学者认为指的是城的围墙, 而二十三节的路, 指的是出了城, 在城以外的路。 那二十一节所提的对象, 强调的是一些弱势的团体, 不起眼, 很少受人重视极关心的, 尤其在这里, 耶稣是重复了十三节他所说过的, 他要我们基督徒, 特别关心那些无力回报的人。 那二十三节所提的邀请对象的范围, 更是扩展到, 有可能是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 好,现在我们就进一步来看岭和勉强, 我们先看领。 领的意思是说, 有的人如果没有你的带领和陪伴, 他不会来的, 甚至他就算想来, 也来不了。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经验, 有的人因为你肯陪, 因为你肯领, 本来不想来, 或者来不了的朋友, 就来了。 我亲眼见过好几个特别好的榜样, 二十年前我牧养的英文堂, 有一位弟兄叫做Daniel, 他的个性很内向害羞, 但他非常在乎带领他的同学信主。 所以后来有一位叫做Kevin的学生, 受起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大家才知道, 原来Daniel每个礼拜都邀Kevin来教会, 而且每个礼拜六晚上, 一定打电话给Kevin说, 只要你肯来, 明天早上我开车来接你。 大家知道, 虽然那个教会, 我们那个教会从学校走路是走得到的, 但是有人开车接你, 还是有很大差别, 特别在冬天的时候。 这个害羞的Daniel, 就因为肯打电话, 肯陪, 肯开车, 领Kevin来。 Kevin就固定来教会, 后来信主设习。 他们毕业多年后, Daniel结婚, 邀我去Seattle把他证婚。 我就很高兴看到, 哎呀, Kevin当伴了。 跟Kevin聊天的时候, 更很高兴地知道, 他毕业后在费城固定去教会, 还参与儿童施工。 在中文方面, 在1998年纽约上周第一次合办福音营, 我就征召了一些基督徒, 跟着我一起, 我们拜, 我们领, 我们陪一群木道朋友, 去福音营。 从此以后教会有这个传统, 每次有福音营, 我们基督徒陪着他们一起去。 感谢主, 这个果效非常好, 信主的比例, 后来信主不一定在福音营, 但是福音营之后固定来教会, 信主受习。 特别有一次我们一家四个人, 再带来另外一家三个人, 先生是来做访问学者的, 女儿那时候还是小学生, 但是感谢神, 因为我们的陪伴, 我们成为好朋友, 太太受习, 后来先生受习, 后来女儿读高中的时候也受习, 而且至今在各个教会积极参与师父。 我还见过一位, 令我特别佩服, 讲广东话的弟兄, 哎呀, 他才读本科的时候, 就对周围的朋友, 同学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任何一件事情, 他如果确信是对别人大有好处, 而且却又知道, 而别人缺乏足够的意愿动力自己去, 他就肯付代价去陪人一起, 付什么代价, 怎么个陪法呢? 比如说他发现他们这些香港学生, 本科生礼拜天早上常常起不来, 所以常常教会缺席, 很少来教会, 他就愿意礼拜天早上, 把大家招聚在一起, 吃他为所有人预备的早饭, 然后带着大家一起来教会上主日学, 参加崇拜。 在他的影响之下, 很多香港学生都信了主, 后来多到每个主日, 稳定的有40位以上的香港学生来教会。 我更佩服他的是, 虽然香港同学因为普通话讲不好, 我们中文堂一个月, 每个月第一个周三晚上联合祷告会, 他们不太敢来, 但是这个Kelvin呢, 他觉得参加这个祷告会, 能够拉近香港同学跟教会的距离, 也会让讲普通话的弟兄姊妹, 更认识香港的学生。 所以他又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三晚上, 邀请香港同学跟他一起吃晚饭, 吃晚饭大家一起走来教会一起祷告, 结束之后再一起走回校园。 老实说我那时候就深深觉得, 哎呀,当牧师的人应该是他, 不是像我这样的, 我真的觉得远远比不上他, 但感谢主, 他后来真的成为牧师了。 不论如何, 希望大家看到领的重要, 有的人如果没有人领, 就不太有医院来, 甚至真的无法来, 但如果有人领, 就来了, 还因此认识神, 人生开始了蒙福之路。 所以请大家这几天好好地想想, 除了你能够邀请的, 是不是还有的人能来或不能来, 是在于你能否去领他们来。 最后我们看勉强, 这个希腊字的原意, 其实是与必要性相关的, 但准确的意思, 怎么翻, 要看上下文。 我们中文翻勉强, 绝对正确, 但是即使在中文, 勉强都有不同的程度, 不是吗? 有的程度还会达到强迫强逼, 勉强也有不同的动机, 有的是出于善意, 有的是出于恶意。 在十四章二十三节的英文, 不同的圣经的译本, 英文圣经译本, 就用了不同的字, 有的用press upon, 或者是urge, 那Eugent Peterson的message在这里翻作, drag them in, 把他们拉进来。 最多版本选用的字, 都是compile, 其实compile这个英文字, 跟希腊字, 还有跟中文的勉强都一样,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程度, 动机也可以有正反两面。 举正面的来说, 耶稣受洗之后, 被圣灵吹逼去旷野兽魔鬼的试探, 那是compile。 耶稣吹门徒上传, 是compile。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是compile。 一般情形之下, 我们都不喜欢去勉强人, 也更不喜欢被别人勉强。 但是我相信大家不难理解, 有的时候, 连我们自己都感到必须勉强自己去做该做的事。 还有的时候, 虽然对方不愿意, 我们为了他的好处, 我们还是会选择去勉强他。 哎呀, 我这一生到目前为止, 最经常勉强我的, 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四个女人。 结婚前是我妈, 结婚之后是我的好太太, 两个女儿长大成人之后, 也加入了勉强我的行列。 这算苦命吗? 我如果为此不高兴抱怨的话, 谁都可以骂我, 人在福中不知福。 不是吗? 我相信大家也会同意, 真正遇到重要紧急的事情, 就算勉强人到硬拉的地步, 都有可能是合一的。 在旧约创世纪最典型的例子, 在索多玛俄摩拉即将要被毁灭之前, 神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 怜悯罗德一家, 就派天使去带他们出城。 哎呀,第一次劝他们全家, 没有什么具体行动, 甚至两位女婿把他视为戏眼。 到了天亮,天使催逼, 连罗德都还那个慈眼不走。 天使不得已就伸手, 硬拉着罗德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 才把他们带出城。 今日的我们也会多次看到新闻报道, 有的时候飓风要来, 或者大火在山区快速蔓延的时候, 政府会动用军警去强制撤离居民。 连一般的老百姓在逃难, 逃到半路遇到人, 就算不认识, 都会费尽全力的去说服他们, 甚至伸手拉, 赶快逃往安全的方向。 所以关键是动机。 在信仰上, 我回想了一下, 哎呀, 我勉强过人的次数还真不少。 信主之后, 我父母第一次来美国, 吃饭前, 我们说要祷告谢饭, 他们是很勉强地答应配合, 但是我记得那次, 我才祷告完, 我母亲就很不高兴地说, 你谢上帝, 你是不是应该也要谢谢生理养你的妈妈呀? 那我妈讲我, 我哪里招架得住, 只好要谢谢妈妈的提醒, 以后在孝顺上更加努力。 我另外还勉强过我父母的事情, 包括, 我不想错过主日的聚会, 所以才信主, 就特别地, 请我父母在来美国的时候, 无论抵达后离开的班级, 不要定在礼拜天。 我还跟他们讲明, 他们来美国的时候, 不要希望礼拜天我带他们出去玩, 我希望他们礼拜天跟我一块去教会, 如果我们一起出去有比较长的旅游, 他们也都知道, 礼拜天我一定会找一间教会, 我们一起去参加崇拜。 那这些事情, 第一次题对他们来说都是勉强, 但是感谢主, 他们后来习惯了, 而且我母亲第一次去教会, 就很惊讶地产生了好感, 原先很多负面的成见, 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挖解。 我哥哥从德州拿了硕士, 去到洛杉矶找工作的时候, 住在我们家, 我们第一次跟他提, 每个礼拜五跟我们一起去团契, 礼拜天跟我们一起去教会好不好, 他勉强答应。 我们第一次跟他提, 每天早上我们夫妇去上班之前, 带着他一起读点圣经, 带着他祷告好不好, 勉强答应。 我们教会有退休会, 我们邀请他一起去参加好不好, 勉强答应。 我们都没想到, 在那次一个信息设计完全是针对基督徒的退休会, 讲员周神之物牧师突然有感动, 在最后一天晚上的信息结束前, 顺着圣灵的感动, 向牧道朋友发出邀请, 我哥哥就信主了。 在我们夫妇向公司同事传福音的时候, 有一位同事被我们勉强最多次, 然后程度也最大, 原因, 他是我高中的学弟, 大学又跟我太太同班同学, 来美国读硕士的时候, 我们在北加州就聚过好多次, 还一同到南加州Disneyland玩, 所以很好, 很熟的朋友, 然后大家都拿到硕士的时候, 又很巧, 听到南加州, 同一家电脑公司在南加州的同一个厂, 这么熟, 所以当然会最多向他传福音, 一开始, 他不只谢绝我们的邀请, 还多次嘲笑我们说, 哎呀, 像他的日子过得多么的好, 每个周五晚上, 先邀请一些朋友, 打个通宵麻将, 礼拜六早上睡饱了, 大家再一起挑个美丽的海滩细水, 之后吃个海鲜, 礼拜天可以再聚一聚来个舞会, 一个周末多充实, 哪像我们礼拜五去团契, 礼拜天去崇拜, 好单调, 好浪费时间,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他才答应我们, 第一次去团契看看, 结果, 他去了, 那时候我在当慈心团契主席的第二年, 已经带领我们那个团契, 多分子出一个慈心团契, 我们觉得他跟我们太熟, 在同一个团契他可能会有压力, 所以就安排他去那个新的团契, 跟我的哥哥, 还有一些好朋友在一起, 他一去很喜欢, 特别是那个团契为了传福音, 每个礼拜六下午, 还会在教会隔壁的小学, 打男女混合的垒球, 他很有兴趣, 过了几个月, 我们一年一度的福音营来了, 是我们这两个执行团契合伴的, 他们团契的人, 大家非常希望他去, 但要他要了好几次, 都被他推掉, 而且脸色越来越臭, 最后团契人就只好再邀请我们夫妇, 早在公司里面跟他下功夫, 那我们跟他讲了好几次, 都说不动他, 还好平常交情够, 没有弄招关系, 最后都到了福音营的那一个礼拜, 他被我们磨得受不了, 他就说他在UCLA修的课, 有一个AI的题目, 必须先解出那个逻辑, 然后才能够接着完成作业, 他已经解了几天了, 解不出来, 他觉得他需要这个周末集中精神去解, 我们就问他, 如果这一两天解出来了呢? 他很得意地说, 你们如果能够解出来, 我就跟你们去福音营, 哇, 这个对话, 公司好多的老中都听到了, 那我们在电脑公司工作人, 对这种题目都很有兴趣, 所以一吃完中饭, 大家的老中都不上班了, 都费尽脑子去解题了, 我也不例外, 但是解了一两个小时, 才知道真不容易, 就到了很多人都已经痛苦不堪, 有的人都已经自然而退放弃了, 我的好太太笑眯眯地来到我的办公室, 对我说, 她答应去福音营了, 我问你解出来了吗? 我太太点点头, 我问她说, 那谁解出来的? 我太太笑得更得意地说, 还会有谁? 长话转说, 那位同事很无奈地就去了福音营, 整个福音营, 她大概感觉到大家都希望她信主, 所以她始终板着脸, 然后就不要问我, 不要问我, 不要问我, 到最后她都没有举手决志, 但是那个福音营结束之后, 她的态度完全转悲, 不久之后就信主受洗了, 后来她结婚之后, 他们夫妻成为与我们同工最紧密的其中一对夫妻, 他们尤其是有强烈的感动去向人传福音, 还特别愿意与我们夫妻一起, 从一个已经在快速成长的, 家庭团寄出来, 去成立一个新的福音小组, 专门向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人传福音, 类似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 甚至有的是, 哎呀, 我跟别人不熟, 甚至是第一次见面, 要去向对方提出邀请, 我自己心里都觉得有点勉强不好意思, 但是就是圣灵的感动, 要我这样做, 感谢主对方也是出于礼貌, 勉强收下了邀请单, 但是神的工作真的不是人可以测度的, 我多次见到, 我以为不会来的人竟然来了, 不但来了, 还信主了, 让我十分的惊讶, 今天讲这么多故事, 只有一个期望, 希望说服, 说动, 我们所有基督徒, 为了这个周五晚, 要开始的布道会去采取行动, 在今天读的经文里面, 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他希望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 像比喻中的仆人一样, 愿意照主的心意, 一次又一次的出去, 去请人, 去领人, 去拉人, 来知主的宴席, 这次布道会需要在这个周三之前, 要完成网上报名注册, 才会在礼拜四或者礼拜五早上, 收到聚会的链接, 到目前为止, 已经, 我做完看, 已经有340个报名的记录, 人数大概已经到了560, 由于这次是线上聚会, 不受地域限制, 所以我看到报名表里面, 不少人都已经邀请住在外州, 甚至海外, 还没有信主的人, 亲朋好友, 报名注册, 我相信接下来的这三天, 还会增加不少, 你自己呢? 你报名了吗? 你尽力去邀请人吗? 还有三天半, 把握机会,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恩主, 你是摆设宴席的主, 你摆设宴席的目的, 是要让来的人, 蒙受主的恩典, 主啊, 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 愿意在主的引领之下, 每年办布道会, 就像摆设宴席一样, 求主帮助我们, 不只是办活动, 不只是参加活动, 恳求主, 让我们, 替察主的心意, 愿意, 尽全心, 尽全力, 去帮助更多的人, 有机会, 来吃主的宴席, 愿圣灵引导, 愿圣灵吹逼, 仰望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